也是网络上的问题 这位网友呢他想要买内衣 那么他发现这里很便宜 因为专柜中卖一千多块的 这里只要卖五百元 于是他立刻下定 之后呢他却发现了一行小字 上面上写着 消费未满六百六十六元的话 要付九百多万的物流费 算一算下来 这一件内衣要加一千多万 这是开玩笑吗 专柜内衣领狼满目 但是价格几乎都是前缘起跳 女性消费者想要捡便宜 干脆从网络下订单 会消极会好心 就帮你要量内衣什么 你会觉得很尴尬 网络上不会有这种问题 比较方便 而且他可以选择退货 从网络下订单 可不一定就会捡到便宜 网友上网抢购 每件特价只要五百元的千元内衣 没想到按下购买 却出现一行红字 写着实际消费金额需要满666元 不然就得付七个九 近一千万的物流费 看了很傻眼 真的不夸张 因为刷信用卡 如果要一次付清 得刷一千万零四百九十九元 付不起没关系 分三期 但还是得付三百三十三万 又三千四百九十九元 难不成这内衣是恐惊的吗 还是穿的胸部会变大 添加的内衣是有谁买得起啊 我不会再跟他们买 因为我不知道下次会有什么trouble出来 就会觉得有那诈骗的感觉 目前来说其实消费者他并不会这样支付啦 基本上那设计就是不想要让消费者付到运费这个问题啦 业者强调这不是网路当机 只是行销手法 更不会让人花钱买价值千万元的内衣 只不过行销虚头过了头 让消费者忘之却步 中文西文周春玉言听台北参访报道